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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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職結他手Tommy的兒子Rondy 在3歲就開始學打鼓 5歲就開始踏上紅館的舞台 現在8歲的他雖然沒有正式上過打鼓堂 但每天都會自己練鼓45分鐘 再加上Tommy的爸爸Fradrick 即是Rondy的爺爺 是60年代樂隊Teddy Robbins & The Play Voice 的鼓手 盡得爺爺爭存 影響到三代同堂一起合唱 音樂還成為他們的共通語言 他從小到大都將東西敲來敲來敲去 我想小孩子也是 爺爺爺爺很小 兩歲三歲的爺爺經常來我們家 和他一起玩 已經教他打鼓堂 簡單的鼓堂 拿著筷子打來打去 拿著筷子就可以了 因為他小時候三歲 學結他不可以 一手小 彈琴也不可以 手指力 最好拿著筷子打一下玩一下 教他打一下打 最好的小朋友 當作運動 第一次在紅館見他表演 一定是開心 反而我沒有擔心他會打得不好 因為像小朋友 反而我覺得他打得很好 又不怕人 這是對於他突然見到很多人 或者要有什麼重大表演 他小時候都經歷過這些 我們叫做Double Pedal 兩隻腳一起踩Double Bass Drum 他壞了一邊 然後你是否撿傷 他只會踩一邊 平時打鼓堂 一隻腳就是一個 這樣 這樣加倍的踩 然後它壞了左邊 它把左腳都放在同一位置 就像踩車一樣踩 我覺得這個也挺厲害 打鼓首先是手腳切條 一定是做得到 如果小時候 就可以訓練小肌肉的活動 因為都很容易 例如我這樣打 我沒有試過用手腕的電 然後你試過 然後你又試過 嘩好痛 即是我們大過了做不到 打開鼓才做得到 手腳切條 還要用手指 打鼓不只是用手腕 或者手臂 是用很多手指 手臂是永遠都不用的 不會打鼓的人 會覺得是用手臂 除非打駡 或者打駡皮 會用到很多手指 握蠔棍 你控制力度 兩隻腳如何踩 坐姿 最棒的是 幫我打鼓時很舒服 哈哈哈哈 因為你想要 但我那時候是針梳樓 對 幫我打到針梳樓 可能是這樣 這樣會感覺到 很舒服